各位朋友平安,在過去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面 中國就爆發了兩場大瘟疫 一場是非洲豬瘟,一場是武漢肺炎 這兩場瘟疫有幾個相似的地方 第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規模都相當大 都覆蓋了全中國幾十個省份 第二個相似的地方就是起因都一樣 都是中共統治者決策失誤造成的 中國原來是沒有豬瘟的 是因為中共決定從俄國進口生豬 而俄國賣給中國的是一些帶病的瘟豬 中國以前是從美國進口豬的,美國的豬比較健康 那為什麼他們突然就改變了主意要從俄國進口呢? 是因為中共在跟美國打貿易戰,他們想在貿易戰當中打敗美國 到最後他們發現他根本打不過美國 最後只能向美國投降,只能跟美國簽訂投降協議 那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後的投降就說明最初的王抗,那是搞錯了 是決策失誤 所以說非洲豬瘟是一場人禍 武漢肺炎以前也是沒有的,後來不知道怎麼就有了 現在有很多人懷疑說這個病毒是當局製造的生化武器 這個觀點現在還沒定論,我們就姑且不愣了 就算這個病毒是自然界自然變異產生的 那也是可以控制,可以防範的 之所以發展到這樣大的規模 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這個疫情發生的最初階段 在那個控制疫情的黃金時期 他們根本就沒有採取任何的防疫措施 而且還故意的向民眾隱瞞疫情的真實狀況 而且還用暴力去阻止那些醫生向民眾通報疫情 最後就造成了瘟疫大氾濫,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人禍 最讓人氣憤的就是在這個瘟疫大規模爆發以後 中共居然用了上次應對豬瘟的辦法 來應對這次武漢肺炎,居然用對待病豬的辦法 來對待病人,對待病豬他們採取是什麼辦法呢? 那就是把他們集體毀滅,殺死所有的瘟豬 他們就消滅了豬瘟 那現在他們又是怎麼樣應對這些病人的呢? 也是採取集體毀滅的辦法 2月6號的時候,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他就指示武漢的地方官員 要他們在三天之內要把所有的患者都抓起來,都集中起來 少部分患者他們就送到火神山雷神山這兩個傳染病醫院 絕大部分的患者就送進所謂的方艙醫院 那兩座傳染病醫院現在已經被軍隊接管了 裡面的情況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這兩個方艙醫院的情況是已經暴露出來了 那根本就是一個讓這些病人集體毀滅的場所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裡面病人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療 醫生都沒有,也不發放任何的藥物 而且食品的供應也不充足,很多人根本吃不飽 而且供卵也不充足,電熱毯都沒有插電的地方 現在武漢的天氣還比較冷 有一些病人一到晚上就動的澀澀發抖 這些病人的身體本來就很差,住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那免疫力肯定會下降,病情就會惡化 最可恨的是這個方艙醫院裡面衛生條件還非常差 幾百上千人共用一個廁所 而且也沒有安排人去做這些廁所的清潔衛生 裡面髒得要命,廁所本身就成了一個傳染病毒的場所 另外呢,方艙醫院裡面還很擁擠 病人和病人之間沒有任何隔離的措施 在這種環境裡面過一段時間 最後的結果就是所有的病人都交叉感染 因為不同的病人攜帶不同的毒株 所以他們之間是會交叉感染的 台灣的一個病毒專家說 這種方艙醫院就是一個培養病毒的溫室 在這個病毒溫室裡面,沒病的人就會得病 輕症的人就會變成重症 而且變成重症之後,還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 全靠這些病人自己硬扛 扛不過去的,那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說這些方艙醫院,把人送進這些方艙醫院 就是想讓他們集體毀滅,就是想讓他們斷絕生路 中共就是想用這種方法,消滅宿主 然後消滅病毒的這種方法來應對這次疫情 這跟上次應對豬瘟疫情是一個套路 他們對待病豬跟對待病人是沒有多大區別的 現在武漢已經成了一個死亡之城了 軍隊警察現在到處抓人,抓這些病人 把他們隔離起來,火葬場日夜不停的在燒屍體 食品的供應又很匱乏,人心惶惶 現在這個瘟疫還在擴大,封城封省的地方是越來越多 現在就很擔心病毒肆虐的地方,中共暴政會更加的害人 武漢的情況會在全國其他的地方繼續發生,繼續複製 中共得起中國的政權之後,蔣介石說過一句話 一句讓人痛心疾首的話,他說中國人不入十八層地獄 不經受十八層地獄之苦,是不會覺醒的 這算是一語成蹭,他說了這句話之後 中國人真的經歷了很多,經歷了正反,經歷土改 三反五反,反右,還有三連大饑荒,幾千萬人餓死 還有文革,幾千萬人挨整,還有八九六四 還有法輪功被鎮壓,還有西藏人自焚 還有上百萬的穆斯林被關進集中營 現在還有幾億農民工,背井離鄉 現在又出現了這麼大規模的瘟疫 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十八層地獄之苦 現在是該覺醒的時候了,現在已經有一些人覺醒了 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有一條微博發送了這個消息 那一夜之間就有幾億人點擊,有幾百萬人轉發 幾百萬人評論,這些人都是覺醒的人 武漢有一位公民叫做方斌,他公開的號召 全民覺醒,全民反抗,這就是覺醒的人 希望這次瘟疫當中,大家這些覺醒的人 都能夠平安地度過這個劫難 我也相信在瘟疫之後,這些覺醒的人 大家會萬眾一心,一起來根除這個大災難的根源 一起來推翻中共的暴政,一起來打垮中共的黨魁習近平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